就是说这里定义了一个复循环 这个复循环里呢 就是说去循环咱们这个layers 在这个layers里呢 咱们要找到每一个层的一个前向传播的结果 咱们来看啊 就是说因为啊 这个conver层还有软路层以及啊 pooling层 它们对应的计算方式是不一样的吧 所以说呢 这里啊 咱们用了三个判断 我们看用了一个cand 这个cand是什么意思啊 cand等于name啊 冒号4 冒号4是什么意思啊 咱们就看咱们每一个层啊 前三个字母 如果说前三个字母啊 是等于conv的 说明它是一个卷积层吧 咱们就要执行卷积层相应的操作 如果说呢 它是等于eru的 说明它是一个软路层吧 咱们就要进行一个软路的相应操作 等于pol呢 它是一个迟化层吧 咱们就进行迟化层的操作 咱们这里啊 就一个个来看 如果说它等于一个卷积层 等于卷积层的时候 咱们要干什么 咱们是不是说要找出来 第一个参数代表着对应的一个层吧 后面呢 就是说它的一个维度啊 咱们刚才我是一个个试出来的 然后呢 第一个层的kernel代表什么 kernel代表一个w 这个bias呢 代表一个b吧 咱们来看 这里边我是指定了一个0 和指定一个1吧 如果说不指定这个0 不指定这个1啊 把最后一个参数去掉 它等于什么 它等于就是一个圆组吧 一个w和b的圆组 那么所以说呢 咱们在这里啊 可以让这个w和b 等于这个y次啊 等于这个东西 等于这个东西之后啊 咱们现在是不是得到了一个w和b了 这个时候啊 咱们现在的这个w和b 是不是说 它们的规格是已经确定的 这点需要大家注意 就是说啊 咱们之前在定义 这个传统的卷积神经网络的时候啊 咱们要训练一个网络 是不是说啊 咱们还要对这个 网络进行一个初始化啊 咱们先啊 咱们先啊 进行一个高速的初始化 然后呢 高速的初始化里边啊 咱们定义了这个谷格大小吧 但是呢 在咱们啊 拿人间网络来进行一个 预测的时候啊 咱们就不需要再定义 这个网络的股价了 因为啊 这个网络的股价已经是给定的了 咱们来看啊 这里它都是有 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shape了吧 所以说啊 在这里 咱们直接啊 把这个wise的股价 直接拿过来就好了 咱们来看 这里有一个kernel 有一个bias啊 咱们都已经拿到手了 然后啊 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 就是说 对于这个.mat 它的一个格式 和咱们tensorflow的格式啊 有一丁丁的区别 这个.mat的格式呢 咱们来看 它的一个格式是 先是一个w 再是一个h 然后呢 对于这个tensorflow来说啊 它是一个h 再是一个w 所以说啊 咱们需要在这里啊 进行一个transpose 进行完这个transpose之后啊 咱们就可以把这个.mat的格式 转换成 咱们tensorflow所支持的一个格式了 转换完了之后啊 咱们再对这个bias 我们来看啊 这个bias 它是一个1乘64的吧 咱们需要给它改成一个纬度啊 就让它直接等于64就好了 咱们做完了这个w和b的一些初始化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就可以对这个第一层啊 第一个卷积层进行一次前向传播了 也就是说咱们这里啊 这个current什么 这个current是咱们当前的一个输入 咱们这里呢 就让当前的输入 还有w还有b 计算一次 咱们卷积完计算的结果 咱们来看 这里传到哪个参数啊 传到了这个convert layer吧 咱们在这里呢 先定义了一些函数 比如说这个convert layer 这个convert layer里面 它有三个参数 一个是咱们的输入input 还有一个是waste和bias 这个waste和bias啊 咱们刚才都是在人间的模型当中取出来的吧 然后呢 咱们要对这个waste进行一个转换 咱们先把它转换成一个tensorflow支持的格式 因为它的骨架已经是固定了 它的值也是固定的 所以说呢 咱们给它定义成一个tensorflow.constant的一个常量就可以了 然后呢 咱们这里进行一个参数的选择 比如说这个stread 当咱们在自己训练咱们自己的网络的时候 咱们可以指定这个stread吧 但是咱们今天是不是把人间vgg拿来了 所以说咱们就按照人间vgg这样一个网络的定义结构 来写咱们这些参数 因为vgg给咱们指定好了 这个stread它就是等于1的 所以说呢 这里咱们就必须让这个stread它是等于1的 然后呢 咱们这里是做了一个咱们convert的计算 计算完convert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有一个ws加币的操作啊 咱们再把这个return回去啊 就完成了咱们第一层卷积的操作 那么这是咱们刚才这样一个第一层操作 也就是这个cont等于convert的时候 然后呢 如果说啊 这个cont等于软路的时候 cont等于软路的时候啊 咱们就可以直接计算了吧 因为啊 对于这个软路层来说啊 它是没有一些w参数 还有b参数的吧 所以说咱们这个content啊 就直接等于咱们这个convert完的一个输入 convert完的一个输出 我们看 这里让convert完的输出啊 等于这个content吧 那么下一个content来了 它就直接到这个软路层啊 经过了一次非线性的表达啊 又得到了一个content 然后呢 这个content啊 再往下传 咱们就来看 这个软路层完了之后啊 是又是一个convert层吧 convert完了又是软路 软路完了又是pooling 咱们啊 就不断的进行这样的传 进行完这样的传之后啊 咱们最终可以得到什么 咱们最终啊 是不是得到了每一个层的一个前向传播的结果了 在这里 咱们用net这个字典 这个字典里呢 这个key啊 就是这个name name啊 就是表示着咱们每一个层的名字 然后呢 它的一个value是什么 它的value就是每一个层的一个前向传播的结果 咱们把每一个层的前向传播的结果 都存在这个net字典里边 那么最后啊 咱们返回这个net 再返回啊 咱们这个mainpixel啊 这个mainpixel 刚才说过了 就是说 一会儿啊 当咱们在测试的时候啊 咱们还是会用到这个量的 layers啊 就是咱们刚才定义的这个名字啊 咱们直接给它返回回去就ok了 然后呢 咱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咱们整体的一个啊 咱们刚才就是说定义好了这个结构 在这个结构当中呢 咱们完成了所有层的一个前向传播 那么有了所有层的一个前向传播之后啊 咱们就可以 把每一个层的结果啊 给它可视化的表达一下 那么这里啊 咱们来看啊 咱们先是 呃 从完整结构来说啊 就是说 咱们需要先把咱们的VGG的这个path 加义进来 以及呢 咱们这里啊 有一个imaginepath啊 这里imaginepath啊 就是说 咱们选择了这样一个小猫啊 两个小猫在一起 咱们一会儿呢 就把这两个小猫啊 作为咱们网络的一个输入啊 看一看 这两个小猫啊 经过完卷积之后 咱们究竟可以得到什么东西 然后呢 这里啊 咱们还是用一种 placeholder的格式啊 就是说 一会儿啊 咱们再把这个imagine啊 实际的给它传进去 这里啊 咱们是首先 先把咱们的这个书啊 给它读进来 然后呢 书读进来之后啊 咱们要对咱们的书啊 先进行一个 预处理的操作吧 所谓这个预处理啊 就是说 简单的 拿咱们的图像 进行一个减均值的操作 因为呢 人家训练VGG的时候啊 就是做了这个减均值 所以说呢 咱们在训练的时候啊 也要做相应的操作 那么做完这些相应的操作之后啊 咱们这里啊 我们看啊 这个nets 还有咱们这个me pixel 还有outlayer 就是等于咱们刚才 定义好的这个nets函数 刚才也是给大家说了 这个nets函数啊 其实它返回的结果啊 咱们主要是用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就是说 每一个层的一个 前向传播的结果 那么对于啊 咱们每一个层的一个 前向传播的结果啊 它是不是就是说 训练完第一个层啊 咱们得到一个特征图 然后呢 铺定完之后啊 咱们也可以得到特征图啊 咱们就可以来去看一下 每一个卷积层 或者说每一个铺定层之后啊 它的特征图分别是长什么样子的 这里呢 咱们又定义了一个 这样的缝循环 在这个缝循环里啊 咱们看啊 得到了一个features吧 features等于什么 等于在当前的 所有层里边 指定的这个layer 对于当前层的一个 前向传播的一个结果吧 这个fit的这个是什么呀 就是说咱们刚才的这个imagine啊 它是一个placeholder的可视 所以说呢 在这里啊 传进来它实际的一个值 那么这里啊 咱们就可以来进行一个 可视化的展示了 咱们现在啊 是不是得到这样一个特征图了 也就是说 在某一个层 它的一个中间的结果啊 咱们把它当成 咱们的一个特征图 对于这些特征图来说啊 咱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 可视化的展示 下面呢 咱们就来看一下 咱们用人家 给咱们训练好的 这个VGG的网络 去跑咱们这两只小猫的输入啊 咱们得到的这个卷积层 或者说 得到的卷积层 软路层 还有这个pooling层啊 它的一个可视化的结果啊 是长什么样子的 可视化的结果啊 就是咱们的这个nets里边啊 保存的这个前向传播的结果 这块呢 就是说啊 我们看画的什么 画的就是这个features吧 把它的一个特征图啊 给它画出来 看一看这个特征图啊 是长什么样子的 咱们可以来看一下 就是说 这个conver1啊 就是说 经过了咱们第一个啊 conver1这个卷积层之后 咱们来看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原始输入吧 它经过了一个 第一层卷积层之后啊 咱们来看 它得到一个什么样图啊 得到这个图啊 是不是说 它是把周围的这些背景给淡化了 然后呢 保留了咱们想要的 两只猫的一个主体吧 也就是说啊 咱们其实 咱们的VGG 是经营帮咱们进行一个特征提取吧 帮咱们进行什么的特征提取啊 进行一个主体的特征提取吧 所以说啊 咱们需要让咱们的网络知道什么样是咱们这个主体 所以说呢 人家训练好的这个网络啊 已经是能够找到出来 咱们的主体啊 是在什么样的位置了 然后呢 这就是一个软路层的结果 这个软路层的结果 咱们来看 就是说 软路层啊 因为它是一个max0到x嘛 所以说啊 它这个图像看起来就像一个黑白图似的 然后呢 这就是一个conver的结果啊 conver的结果啊 就是说 随着咱们conver啊 软路 然后还有pooling的进行啊 咱们这个特征啊 应该是越来越明显的啊 这个特征越来越明显的意思啊 就是说 咱们的这个计算机啊 会越来越认识 越来越分辨出来 咱们这个特征 到底是属于一个什么东西的 这里呢 给大家画的就是咱们现在啊 一个特征图是长什么样子的 也就是说 咱们啊 现在拿一个小猫输入进来了 让咱们一个训练好的VGG啊 给它前向传播一次 找出来 它前向传播啊 它每一个层 每一个特征图啊 都是长什么样子的 那么这个东西啊 看起来还是啊 很好玩的啊 就是说 大家也可以自己的 动手去实际的看一下 咱们每一个层啊 它的一个结果啊 是长什么样子的 这节课啊 咱们说了一下 怎么样把人间训练好的 这个模型啊 给它拿到手 其实呢 拿到手啊 它的意思就是说 把人间A训练好的 这个WB啊 咱们给它加载进来 加载到咱们当前的 这个网络的模型当中来 然后呢 再让这个网络啊 跑一次前向传播 咱们就可以进行 这样测试的工作了吧 其实啊 这个道理啊 还有咱们就用 Tensive Flow实现起来 还都是比较简单的 如果说 大家对这个感兴趣啊 也可以自己的去 亲自啊 动手来看一看啊 咱们也看一下 这个加载网络模型的流程 以及呢 它的一个网络模型啊 每一个特征图啊 是长什么样子 咱们也可以都给它 画出来看一下 那么关于啊 这个VGG啊 模型的加载啊 就先给大家讲的